我們今天要來記錄這台Porsche的Market的整個原廠的維修的過程 應該是說報價不是維修 在車主賣給我們 那它的變速箱有點問題 我們等一下第一站我們會先回到Porsche的原廠 請他幫我們檢查並且就估價 其實Porsche的車子 Market的車子其實跟Audi的Q5 很多的系統是幾乎相似的 所以呢我們也會來整個維修紀錄這整個變速箱的狀況跟過程 好了目前其實開起來的狀況是沒有問題 可是它真的是會亮這個變速箱故障的這個燈號 那沒關係我們還是先去原廠Porsche 做這個一系列的估價以及判斷 然後當有原廠的報價以後 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這原廠的維修金額 跟我們自己外面的維修經營的對比跟差距 讓大家可以在維修的部分是可以省到錢的 好了我剛剛已經測試過了 大概是這樣子 它呢會有一個狀態就是 它沒有三檔 它沒有單數檔啦 你看呢我現在跳 它不會跳到五檔 它會跳到六檔 有沒有它跳下來是跳二檔 沒有三檔 有沒有 二檔現在跳上去也會是三檔 也會是四檔不會有三檔 那就是我們俗稱的啦 這個法體的單數檔 K1或K2的其中一組是壞掉的 有沒有 直接採空跳四檔 哇這個可能不知道開不開得到原廠呢 好這就是紀錄這整個過程 那往下紀錄我們看一下這個原廠的判定已經報價 然後以及我們整個維修的過程紀錄 好 買賣中古車就上 即日汽車 二手車線上公駕網站 點選中古車線上公駕 點選廠牌 選擇車型就可以看到車款詳細資訊 還有買賣中古車 實價登錄查詢 汽車維修公項 新車買賣成績 貢明專業給你滿滿服務 也可以透過網站資訊聯繫我嗎 OK 我們把這台馬克人從原廠開回來了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因為他有一些資訊啊 公單啊 也不方便透露 直白的講 其實Posh的服務是不錯的 我們回過去找他請他檢測 他只收了一千多塊的檢測費 在這個變速箱檢測的部分 那好 其實呢 我們也都知道 Posh也是VH車系的 他的這個變速箱 跟Q5的變速箱 是非常非常類似跟雷同的 那原廠是這樣跟我們說 第一個 他第一步驟 去看這個變速箱排線的部分的話 要必須把這些油品什麼根換掉 看卸下來看排線的問題 就要3萬塊 換油、電片這些東西 那如果你要換排線的話 他的報價是在3到5萬塊 這樣就要到8萬塊了 然後呢 他的這個法體電腦 原廠的報價是15萬 那8萬加15萬 來到23萬了 而且這台車子 4台輪胎 20寸的輪胎 都完全是平的了 一定得換的 那原廠報價一顆輪胎 也接近2萬塊 4顆就差不多7萬塊了 所以呢 如果這個車子 我在原廠維修這個法體的問題 以及輪胎更新到 可以販售的部分 要花30萬 30萬 那當然我們花了30萬 我們這台車 再去說銷售的話 其實就沒有獲利 甚至一定會賠錢的 我們今天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怎麼 原廠30萬的金額 我們怎麼用最少的錢 來整備這台車子 那我也帶大家看一下 他這個變速箱 在掉以後 他亮了什麼樣的故障嗎 我們來看他這個故障嗎 一一來說 為大家 稍微看了一下 故障的地方有嗎 那我們直接看變速箱的部分 三檔 掛檔的部分 這感知器有問題 然後呢 離合器 結合不了 離合器 我覺得啦 因為他那個 整個像Q5的這個法體對不對 他有 好幾個推動法 有排線 但 我們正常是這樣子 他要分幾個步驟換 我們外場是這樣子 排線大概不到2萬塊就可以換 這是最好的狀態 但如果排線換沒有用的話 就要換那整顆大顆的法體 或者是電腦版 那都不一樣的 電腦版大概要3萬5 整顆法體也大概要4萬多塊 所以呢 這樣子你自己算嘛 2萬加3萬5加4萬 大概就10萬塊 而且他是每一個壞的都不一樣啊 有可能會排線完再換電腦版 電腦版換完再換整個法體 都會的 那這10萬塊換完以後呢 還有可能 還有可能 他離合器片是燒壞的 這都會有 所以呢我們一定要卸下法體 先更換完排線 才知道他到底是2萬塊就會好 還是5萬5才會好 還是要10萬塊才會好 那我們就來詳細紀錄 更換排線 更換法體的過程吧 到來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这是换挡的波差 那它总共有四支八个档位 然后这是离合器 那它里面的直轮组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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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旧的离合器打开看一下 它里面的磨损程度 這是他的禮盒器摩托片 這是K2吧 然後他新的大概是褐色 然後燒焦就會變成黑色 這黑色的燒焦就是會抓不住 然後就會造成禮盒器嚴重擋 每一天都上去 這黑色的燒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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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焦 炸彈 這黑色的燒焦 炸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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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这是感知器吗 这是分配箱 分配箱的控制马达 我们叫这个叫transforce case 它是转换的嘛 它里面有离合器吗 这里面也是离合器的构造 然后一个它这个主轴嘛 主轴过来齿轮带动这边有离合 去分配前后力量分配 所以这个油换掉一般可以得到很好的动力之力 尤其是像这种试传的 你家觉得过弯的时候会一卡一卡的 把这个油换掉就差别很多 我们现在在安装这个中央传动手机 那其实它试传的车子 如果你这个防塵套 这个固定的橡皮破掉之后 你开在高速公路的时候 可能140 150以上 你的整台车子它震动就会很大 因为它就是会晃动 因为它是万向的 那万向的你只要没有电池的话 因为你这个老挂松脱 那它就是没有办法固定住 那它就会晃动 那你整台车就会非常的晃 四传的车都有 有的后驱的也会有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垫片它是完全硬掉 是肉油的原因吗 对 因为它垫片老化就会很硬 然后就绑不住油 把它是完全硬掉 然后这个也是 好可以看到它这里面 其实没有什么油泥 那代表说它前车主保养的 其实蛮勤快 蛮干净 它可能用的油也都是 还不错的油 所以它 不会产生太多的油泥 对 所以我们现在 垫片到了 我们要来开始安装 它的新门4盖垫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來是20年的 喔 沒關係 新的喔 新的啦 105 你來多少錢 105啊 蛤 10500啊 10500 對啊 那你說為什麼不要換這個什麼 另外一個牌子吧 貝奈利啊 貝奈利為什麼不要 因為後期的噪音會比較大 貝奈利是貝奈利那一條比較好 但你還是推薦比起銀就對了 舒適性跟噪音會比較低啊 OK 對啊 這已經完全不能用了對不對 這已經開始脫膠了 脫膠了 這都是脫膠啊 它是放很久都沒換對不對 對啊 第一個 你看它的年份多久了 19年的啊 19年也沒有很久為什麼會脫膠 對 這種性能是開得到 正常來講如果三年是不會 可是你要看它原本的車是都放在 它的車庫裡面 還是都放在外面 如果都放在外面說實在 日曬雨淋都比較容易會脫膠啊 啊開的路段是怎樣啊 就有的那家在內村幾萬公里 基本上會有三萬啦 可是因為它這台車是前後配啊 一定會有兩條會特別快 你看 你看 它這個 就多連桿啊 不要說獨立懸吊 多連桿 然後 這個後輪的盤進這麼大 這應該要到350了 然後這個看起來 感覺上有點外巴 實際上還是要看它 等一下定位定的怎麼樣 然後我們再問這個小郭 他們會怎麼定位 它這個輪圈的狀況還好嗎 會不會很不遠或什麼 有一點變形 有一點變形 很嚴重嗎 還有 還好 所以輪圈是會變形的 越大越容易 小輪圈反而不會變形 那如果你是要它舒適安靜 跟就是 可以用得久的話是怎樣 外巴一點 OK 就內巴是性能用 外巴是經濟用 它這個是改裝的輪圈對不對 這是有牌子的嗎 現在牌子很多啦 說台灣 台灣知道 喔這台灣的就對了 好啦我們把輪胎都換新喔 好不好 以配合這個 100多萬的Porsche 等會我們來看它定位 怎麼定位 租的是什麼意思 對 附的是什麼意思?就是外巴? 內巴 內巴,附是內 還有定位沒手把就好 所以這個定位都是差不多的 後面會附多一點? 後面一定會附多一點 正常值是多少? 原廠的設定值是附一度 附一度 歐歸車的車系他們一定都是附的比較多 因為他們在過彎穩定性比較好 所以內巴的傾角都會做的比較多 前輪就是要素質是正確是這樣 後輪附一點點,前輪是沒有附那麼多 沒有附那麼多,因為前輪還要轉向 所以他如果步驟太多的話 內側撕胎會特別快 因為他整個是趴下去 趴下去你內側輪胎 因為 躲地點力會特別多 你用前速去調整的話 不可能完全調整回來 所以一定是前速的角度跟前腳的角度 一定是要搭配的 這樣比較容易不會撕胎 OK 那他現在這個角度是比較偏正常人 就是比較舒適型的人在開 舒適,所以其實他的定位已經做過了對不對 有做過 對,只是 久了已經會有落差啦 那不管說像做完一樣 跟之前的角度是一樣的 因為開一段時間他角度一定會 多少會跑掉 OK 可是他看起來沒有跑很多 沒有跑很多 還算在正常範圍 那你會給他調整嗎?還是 會啊,會調整 會調到多少 傾腳這個就不會調了 因為第一個他這種車的傾腳 角度是固定 固定的 沒有辦法調 只能調前速的角度 OK 因為他現在前速的角度太多了 這個箭頭這樣是不對的就對了 太多了 反而會比較容易吃外側 OK吃外側 所以要把它調回來一點 也就是說這個輪子這個是正常的 然後這邊要稍微調到這個綠色的 這個要調到綠色 這個要調到綠色 對 OK,但是都只有差一點點而已 對不對 OK 好 OK OK 他這個這麼粗壯 這邊是調整的 OK 你看它調整的這邊不是有一個橢圓形的 喔喔喔喔喔 借我看一下 我照一下 有沒有 有一個橢圓形的 嗯 然後這邊的其實它那個連桿 它的那個洞不是圓形的 嗯 它的洞是橢圓形的 嗯 所以它可以 近距出來 喔喔喔喔 它的這根桿子會因為這個螺絲往外推一點 跟往內拉一點點 所以看你原本的角度是要進去還是要出來 OK 如果輪帶太進來你要出去嘛 那就把輪帶調出去 OK 靠這個調整 靠這個 靠這個 靠那個橢圓形的去調整 OK 如果它整顆 螺絲要伸進去的 如果整顆是圓的 嗯 它就沒有辦法調整 就沒有辦法調整 像這個 它那個整個都是圓的 嗯 它就沒有設計那個調整器 喔喔喔 所以正圓的就是沒有調整 你螺絲伸進去已經沒有空間啊 嗯 當然你再怎麼轉螺絲它還是不會動啊 OK 它橢圓的就是你轉一點點 它那個橢圓會推出去一點點 對 我把這個連桿推出去 或推進來 OK 所以角度就可以去調整 了解 那前面怎麼調 你要調給我們 那前面就是調方向機 方向機喔 對 這一支 這是方向機 方向機就是我們方向門連灌下來 這一支 它會滾中 轉中去推人胎嘛 嗯 這是我的兩腳啊 嗯 用這個方向機去推這個兩腳 嗯 輪胎才會轉動 嗯 那你要調整就是 這邊有牙 嗯 放鬆之後就可以去調整 以後 那你是要 調進去還是調整 OK 你看它的原廠設計 上面都是A倍的避震器 一個叉子的嘛對不對 對 它是 插下去它的傾角是整個固定的 A倍是固定的就對了 除非你上面如果真的 差很多角度差太多 要換改裝 上面還有一個 它一個A字型的 它那個要換改裝 嗯 它那個傾角的角度就可以去換 就是它要改傾角一定要換改裝品就對了 我覺得一般只有會玩車的輪胎就改了 嗯 因為你改了之後 角度變 變進去的是沒有錯 所以你輪胎在消耗會不會特別快 消耗特別快嗎 OK 好 我們今天來找我的好朋友小郭 更換這個輪胎 四條 當然 它 它有很如實的告訴我 前輪的兩條是正年度的 那後輪的是放稍微久一點點 但其實也是全新胎 總共的金額是四萬兩千塊 四萬兩千塊 那你仔細看喔 其實Push原廠一條好像就快了兩萬塊 那一個是四萬二一個是八萬多塊 那我相信原廠再加這種定位應該至少要抓兩千到三千 但他們這個定位是完全免費的 所以 如果你們想要換輪胎你們可以自己來找它 是這種大尺寸輪胎價錢都還蠻不錯的 比如說他們專門做的是馬牌的 但因為我跟他認識很久了 所以我很相信他 我覺得有時候東西是這樣子 價錢可能 因為這種輪胎真的差價已經不大了 主要是跟原廠比啦 原廠一定是很高的金額 那外面 因為輪胎的學問也很多 是不是真的這個 當年度的輪胎或什麼之類的 會不會是什麼 落地胎然後當新胎賣 所以我找一個我曾信任的廠家 但跟大家分享 20寸的輪胎 一條一萬零五百 四條四萬二加定位 輪胎中間 兩萬五百 這個環節呢我們來測這個 Markane S的零百加速 S就是Markane的運動版 它在標準版的時候用2.0T 2.0渦輪引擎 那到S的部分就是3.0的V6渦輪增壓引擎 在這個加進350匹的馬力 40多的扭力的狀態之下 我們也都很想要知道 這個Porsche的休旅車 Markane這個中型的休旅車 它到底性能可以表現得多麼的猛爆 那因為到S的版本它其實你可以看 它的模式是可以調SPORT模式的 它的懸吊也是有電子化的懸吊調整的 那我們都把這個東西調到最好 懸吊就是最運動化的 然後模式也是SPORT模式 然後把防滑關掉 把防滑關掉 看看它可能不可以就是Large Control Large Control又是起跑模式 好它有起跑模式喔 3 2 1 GO 6.63 其實推力是平順的 以6.63這個非常性能化的秒數來講的話 它這整個過程中間 第一個 我們的配胎配到19、20吋了 而且我們配胎也為了這次的這個影片整換新了 所以你在中間喔 沒有任何的打滑的聲音有沒有 它是抓住的 抓住的然後 因為輪胎也沒有給你提供這個什麼其他 這個空轉的聲音 所以直接拉住然後直接貼地 然後加上 直式的2.0渦輪增壓引擎 其實跟V6的這種6缸的渦輪增壓引擎 其實它的特性還是不一樣 它還是帶的比較順暢 比較運轉比較平順的這個概念的基礎上面 再用渦輪增壓去打更高的馬力跟扭力的這個 這個體感 所以會是一個平順加上速度很快的一個組合 6點多秒 你以這個2015年 7年的舊車來講 算是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秒數 而如果這可能在新車的狀態下 你說要跑到5秒9這種5秒8的這個數據 超跑級的數據 我想應該也是很輕鬆的 好在這個 加速的部分 性能嘛 性能我自己的感受性能三大的參考要素 或者是車子行駛的三大的參考要素 就是可能0百加速 可能我們的油耗表現 可能我們的隔音 可能我們的操控表現 那操控表現我們就部分是 這一集先不錄製 我們就錄其他的 就是錄我們的0百加速 錄我們的高速隔音跟油耗 那這一次現在 我們就把這台車子開去加滿油 開100公里的高速 看這個性能化的車型 這麼性能化的車型 它的油耗會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你如果很性能化 但是油耗表現很不好 那也會對於我買這個車子 有所卻步 對 那如果它可以 非常的性能化 但是它的油耗也可以 在高速巡航的時候 表現得很省油 那我覺得 就更能讓我們 願意去買這台車子 因為你想嘛 這車子 我們現在只要賣150、60萬 150、60萬 其實 現在一個CX5的 可能渦輪增壓板 2.5T的 也就130萬了喔 那這個Porsche的尊榮感又不一樣 好不囉嗦了 我們就直接去加油 好我們已經加到61公升了 代表什麼你知道嗎 這應該是75公升的大油箱 那我們也把這個油加滿 然後直接 跑100公里到楊梅回來 來車這個百公里的高速油耗 我們現在這個環節 第二個部分是來測這個 高速的定速 隔音的測試 那我們也要回到 我們最常測試的 五陽高架這個路段 那時速現在定速100 我們來看一下數字多少 好平均數字大概在73左右 那這就標準進口車75嘛 73就是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當然更好的進口車 可能它的表現的數字還可以到70 71 那這台車子我感覺喔 那個窗戶的氣密性喔 隔音的感覺都非常非常好 很安靜 跟外面隔絕聲音隔絕得很大 那可能因為這個輪胎已經用到19寸20寸 那我們其實用的輪胎並不是最好的 我們只是選擇米其林 然後全新的輪胎 並不是最好的 所以可以感受到 這個底盤上來滾上來的噪音是有的 而可是車室內 玻璃隔絕的噪音是隔絕得非常好 會讓你有那種很高級車的寧靜感 好 那我們在這個油耗測試的同時 我們也來介紹一下這台Porsche的Maconess 那當然我們從外而內來介紹嘛 外觀的顯著的套件 它這個20寸的鋁圈 Porsche的20寸鋁圈 它其實是後面在加裝的 也不是原廠去當初買新車的時候去訂製的 因為20寸的原廠鋁圈 其實你在選費上的話 沒有個20萬 沒有個15、20萬 基本上你是買不到的 那當然在S的這部分 一定有雙魚眼的頭燈 然後水平自動調整 然後彎道輔助照明 在其他的大項目的內容裡面 有個電動尾門 而你要看喔 即便到Maconess 它其實是沒有全景電窗的 好 而我們以標準的Maconess來看這些內容 因為我不確定S的標配有什麼 可是你可以看到喔 它有些飾板已經是碳纖維化了 這個不確定是標準S 當初就有 還是說在選配的 有碳纖維的飾板 然後有黑頂篷 你有沒有看到黑色的頂篷 正常這種東西都是要加錢的 甚至你在椅子上面的頭枕上面 如果有Posche的Logo 都是要加錢的項目 那當然這個沒有 好 而再看到座椅的部分 座椅的部分呢 它這個是駕駛座三組記憶模式 然後我現在摸 摸起來是 1 2 3 4 5 6 7 8 8 加這個 下面這一個 前面的椅墊可以再往前 這是10項電動椅配三組記憶 那小明你那邊呢 你看一下 我這邊也是10項 也是10項嗎 對 它前面也是可以往前 好 腿部也是支撐可以往前的話 這兩個電動椅 其實基本上就不是標配的 我想標配應該是8項 它已經選到10項 加上3組記憶了 這都是 特別的 標準的MACAN 是沒有的東西 好 我們來看中控台 中控台 越多按鍵 再代表它的選配內容 越多 雙區恆溫 這不用講每一台MACAN都有 那 中間的電子式手大車 這就是一個標準式的配備 而 左邊這一件 模式選擇是標準的 但它有一個電子化避震 這電子化避震 這電子化避震 也對於POSE來講 是一個顯著的配備 就是你有選天窗 全景天窗 你有選鋁圈 你有選這個 電子化避震 都是在中古車架 特別可以加分的東西 而如果你選什麼煙灰缸 甚至POSE音響 也都沒有太大的加分的幅度 什麼後車陽簾 小小的東西 這種東西 加分幅度都不大 但它這個有選電子化懸吊 它後座有後座的出風口 但它並沒有後座的恆溫 就是有一個出風口而已 中間的螢幕 你看喔 它這是自己台灣在加裝的安卓機 不過這樣看起來是功能性跟科技感 是真的有稍微在加分啦 不過這個換起來 即便是POSE的應該也大概三四萬塊而已 應該不貴 有沒有 功能性蠻多的 也就是說其實這台Macan的配備感是足夠的 光填電動記憶 然後 魚眼 電子化懸吊 20吋鋁圈 不過有個東西很特別 就是它沒有定速巡航 我不確定為什麼 我怎麼摸都摸不到定速巡航 我不知道POSE的定速是不是選配的 但回到現在 現在新的車型 有的這些ACC啊 跟車啊 這個 車道A1B啊 自動煞停啊 它在這個 巡航自動化駕駛的部分 是比較沒有的 那是這台車的特性 它可能 我今天買的是這麼一個有侵略性的車子 Macan S嘛 340幾匹嘛 這個運動化休旅車 4Motion式的傳動 這樣子很好操控 很好循環性的特色的車型 它就比較不琢磨於這個 這樣子 好啦 到了這個影片 這個油耗車室的結尾 這個影片 在從這個 這一整個月的錄製 只有一個月了 這個 變速箱 去原廠詢問它這個報價 然後再來就是回到我們公司 我們修了兩次 第一次是 我們只換了排線跟電腦板 然後但是看起來是 這樣部分是沒有辦法去排解它的故障 所以我們最後 最後整個是換了 變速箱電腦 變速箱法體 然後以及離合器 這總共的金額已經修到15萬了 那包含我們換了4顆米其林的輪胎 4顆換一換加起來 其實這個車子的整備成本 已經超過20萬了 那這台車子 節目的結尾 我們來跟大家公布一下 我們當初購買的價錢 我當初買的價錢是130萬 那現在整備到現在 其實已經是來到150萬的成本 那其實是因為 因為在變速箱的部分 我們大億了 我原本以為5萬塊就修得好 5到7萬塊修得好 可是它修了15萬 所以它讓整備的幅度 整個總成本 又往上調 那這台車子呢 我們的公司售價會是159萬9 一樣現在線上來預約 一樣有9千折2萬的這個活動 以及半年的延長保固喔 辦這台車子 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這個變速箱去原廠修的話 大概率要修40、50萬 真的跑不掉的 好啦 那我們現在來公布油耗吧 我們今天總共這100公里油耗 高處的油耗是用了12.9公升 然後呢 現在955千的單價是33塊 加了426塊 那100公里除以12.9 等於1公升跑7.75 7.75 那以性能修旅車來講 我會覺得是一個 標準的數據啦 因為我的GRC200 其實高速油耗也差不多8到10 也是跟這個差不多 那只是說GRC200 它一樣四輪驅動的 只是它沒有這個澎湃的這個動力跟引擎 那V6的引擎特性一定會油耗稍微差一點點 跟知識的比 都是它的引擎特性的不同 好啦 就這個部分給大家參考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AUTOSTAR的價格 AUTOSTAR AUTOSTAR 然後 中古車線上估價 騎入我們 喔 OK 沒有POGE這種車型 沒有POGE這個車型呢 那你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你就直接留資料給我們 好 那你把資料寄給我們的話 好我們就會馬上儘快的聯絡你 去給你一個精準的價格 那你對於這個價格你是滿意的 那我們就會有我們的估價人員 直接到你那邊去做特量的鑑定 給你一個最準確的價格 那那個價錢你可以接受的話 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直接現金跟你收購 或者是匯款都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然後我們買完以後 然後隔天馬上幫你過湖 是一個透明 讓你安心的一個收購的方式 好啦 影片到這邊 這集也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你花了這麼多的時間成本 然後分享給大家一個POGE的 維修大概是什麼樣的狀況 一個MARKIN S它的數據會是什麼樣子 喜歡我們的影片也幫我們訂閱分享按讚 那想要看車的朋友 請你也來我們捷運汽車 我們的地址是台北市北投區 一賢路61號 我們賞車電話是0917-435-209 相信大家常常看我們這些這麼用心 這麼耗費龐大的實車拆解 每次都買一兩百萬的車子 甚至有時候一些鏡頭車都實際的拆解給你看 我們也需要大家的支持 那支持我們的方法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花75塊加入我們的會員頻道 我們會員的福利 我們每個月的1號跟15號 會上一支專屬會員的影片 您在會員頻道裡面 也可以參加我們的群組 你對於我們的發言 對於我們的指教跟建議 我們都會特別的重視 我們這樣子用心的測試 也需要有大家的支持 那支持我們的方法 也是加入我們的會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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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射比較奢侈 車射比較奢侈 為什麼 比較囂張是不是 不過我的個性就是 你好好說話啊 賓司不賣奢侈 賓司為什麼我們才奢侈 賓司很奢侈我 賓司這種氣質這麼優雅 我就喜歡賓司這種優雅的感覺 那BNW就有點太侵略性了 就是我自己覺得 覺得我應該要讓你換個車 因為你現在這樣沒有壓力 都不怎麼賣車 那我們捷運先生應該也要 逼你買一台好車喔 我們的車 沒有好車是不是 不是 好車都很貴你知道嗎 好車哪好很貴 不會啊 貸款啊 好車都很貴 貸款啊 如果要如何全憑自己啊 不是嗎 你每天在跟人家講 對啊 對啊 但其實我不喜歡開這種 這麼囂張的車 為什麼 我覺得我還沒有到 那個氣質可以加喻這個車型 真的啦 我在講真的 你叫他小 幹 那怎麼樣才有那個氣質可以加喻 胸有成竹 你還不夠有成竹啊 你這竹子已經很多了好嗎 我覺得我還可以再提升嘛 不行嗎 啊 嗯 你還真的怕